当人类移民火星时 电能会是首当其冲的一个需求了 我们耐以生存的一切 阳气、水、食物 还有庇护所里面舒适的温度 都是需要由电能来提供的 那么如何发电呢? 是学目前已经在火星表面 运行的几辆火星车 那样用太阳能电池板吗? 呃...有点困难 因为启动它们 有个100瓦上下就可以了 而即便是以最保守的估算 保证一个人类居住地 在火星上面的正常运行 所需要的电力至少也是10千瓦起步啊 它大约就需要10吨左右的 太阳能电池板才行 并且还得针对火星的特殊环境 做出大量的改造 比如其昏暗的日光 和常年刮起来的沙尘暴 诶...这就引出了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了 既然火星不缺大气 而且还常年刮风 为什么我们就不转化一下思路 把发电的角色让位给风呢? 是的啊 在火星上见风力发电站 可不可行 我觉得大有可为啊 因为你看看就在我们身边 风力电机是越渐越多 越渐越大啊 从而积攒了大量的经验 尤其是我们中国目前风力电机的 装机容量稳居世界第一 全球将近一半的海上风机 都是由我们来运营的 所以靠着这些经验呢 我们完全可能在未来的火星能源竞争中呢 实现弯道超车 虽然你NASA研发的小型核反应堆 Kilo Power是很厉害 但是你架不住我们把风力电机插满整个火星啊 好 这是玩笑啊 下面我们就来认真地分析一下火星风机的可能性 我们要实现的目标是至少要让火星风机达到地球风机同样的功率 于是这个公式就很重要了 P等于1 2 CP 乘以Rho 乘以V的立方 乘以A 它描述了风力电机的功率 同风机硬件和风速 大气密度等等的关系 左边呢是地球 右边是火星 看看要做怎样的改造 才能够是两者的P值一致啊 首先啊 这个公式里面的CP指的是风力电机的功率系数 它表示风能的转化效率 其理论的最大值是0.59 称之为倍资极限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 倍资极限在火星上也是成立的 所以这个公式里面的CP 在地球上和火星上呢是没有区别的 咱们就暂时把它给忽略掉啊 那接着看第二个要素 ZO 大气密度 火星的大气密度大约是地球的60分之一 所以如果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要让火星风机产出跟地球风机同样的电力 我们就需要建设60台这样的风机才行 然后等式的下一下 V的立方 即风速的立方 看到这儿呢我就会心的一笑啊 因为这一项是成了个立方的 就意味着只要它稍微改变一点点 结果便会大不相同啊 比如只要火星上面的风速是地球上风速的4倍 咱们就能把刚才增加为60台的风机 再次减到一台了 因为4的立方是64 还超过了60稍微赚了一点点呢 但是啊 我做了一个春秋大梦啊 虽然我们对火星上的实际风速了解的还并不太多 但根据已经收集到的数据去推算 在好一点的地方呢 其平均风速也不过就是在每秒10米左右 跟地球上面的一级风场是差不多的 所以在这一项里面呢 我们还真是捡不到什么便宜啊 比较遗憾 现在就只剩下最后一个希望了啊 A 即风机叶片少过的面积 如果火星的风速并不比地球的风速快 我们也不想见比地球更多的风机该怎么办呢 那就在这一项里面做文章嘛 同样也能够以小博大啊 因为圆的面积计算公式是π乘以半径的平方 所以如果想让火星风机达到地球风机的功率呢 我们只需要将它的叶片长度做成后者的8倍就可以了 目前地球上的风机叶片最长呢 已经超过100米了 那么火星上它就需要长800米 哇哦 看来在火星上壮观是个常态啊 就像其最高峰奥林帕斯3 能够俯瞰几个地球的珠穆拉玛峰一样啊 但是800米长还是一片叶片真的能够实现吗 考虑到火星上更小的重力 这似乎也并不是那么疯狂的想法了 再说了 100米叶片 那在地球上呢 已经是个超10兆瓦级别的风力电机了 在咱们火星移民的初期呢 根本是没有这个必要的嘛 咱们就按照10千瓦来算 在地球上啊 10千瓦风机的叶片只需要3.5米长就行了 整体看上去呢非常的小 所以重量也就很轻了 架起来也就大约500公斤而已 但到了火星上翻上8倍之后 其叶片长度已经来到了28米 材料使用的更多重量自然也就上去了 如果用更轻的碳纤维 而不是地球上常用的玻璃纤维的话 它的整体重量大约会是在2到3吨 所以也还好吧 好了 最后你觉得火星风力电站这个项目靠谱吗 如果真要去投资建设的话 还有哪些是必须要考虑进去的因素呢 留言来告诉我啊 我看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